中国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勇的上诉 4月11日被北京高级法院驳回 美国、欧盟和国际人权组织 对北京的这个判决表示失望和谴责 北京知名维权人士许志勇 因发起和参与新公民运动 组织公共集会呼吁官员公开财产 和推动教育平权 今年1月被北京市第一中期法院 与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名 探助有期徒刑4年 香港50多名立法会议员周五前往上海 准备与北京官员上导香港行政长官普选事宜 携带了两封写有平反六四的信件 又身穿写上人民不会忘记自聚的衣服 结果被禁止入境 中国西北部城市兰州自来水本含量严重超标 当地政府要求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引发当地市民恐慌性购水 市民在超市里强购矿泉水 资格针总留学刊登研究报告显示 目前中国大陆每五名死者就有一人死于癌症 是中国大陆仅次于心血管疾病的第二大死因 中国大陆的癌症病例有60% 出自可修正的环境因素 包括抽烟 水污染和空气污染 专家表示烟雾诊断和过于不平等的求治机会 都带来重大问题 新豪亚太电视总理报道